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经文大家看都懂 不必什么讲 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 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常讲 要读华言经 要有解读华言经的能力 解读什么 华言经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 你看第一句 它叫弹努波罗蜜 它经文是 所有善根为求佛制施予众生 是名弹努波罗蜜 可是在斯维波罗蜜当中 它只是讲到 能灭一切诸烦恼热 是名斯维波罗蜜 我跟各位讲 这个经文不全 我跟你讲 很肯定的告诉你 这个经文不全 怎么讲呢 因为它的语言模式 已经告诉你 这一句的语言不全了 它的语言模式应该要讲 所有善根为求佛制 能灭一切众生 诸烦恼热 这样才完整 你知道吗 你要看得到啊 你像第三句也一样 慈悲为首 不损众生 是名三体波罗蜜 三体是忍辱 人波罗蜜 它怎么忍呢 要不损众生 所以它应该是讲 所有善根为求佛制 慈悲为首 不损众生 是名三体波罗蜜 但是你会发现 只要十句话变成十段话 那就很烦 所以 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一再重复的部分 它就把它删掉删掉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中国人在运用语言的时候很讨厌 那么麻烦 所以 旧摩罗蜜有一句话 情人好简 情就是中国人 好简 喜欢简略 所以简到什么程度 你现在注意看看 大陆那些人 都叫丹明 姓什么 丹明什么 有没有 他们一直简略到名字只有一个 所以到大陆去 你看 名字常常重复 姓张 明昌 大家都叫张昌 姓张 明昌 都叫张昌 都叫昌昌 因为他都单明嘛 我们双明的都常常重复了 那单明的不会更糟糕 就这个原因 太好简略了 太好简略 假如不用简略的 而是像刚才这样把文都念得很清楚的话 它是不是像一首诗啊 现在唱歌一样 一再的重复 一再的重复啊 经文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对我们来讲啊 你又觉得太冗长了 所以他经文会一再的三 翻译的时候啊 随着个人的喜好啊 就易经家的那种专场啊 他就会去改动这种经文 为什么他会改动 而不怕对因果呢 只要叫你去改动啊 你一定怕因果 因为你对生命没有信心 你是活在恐惧中 这些人有成就啊 他不担心啊 他说这个没有错啊 就这样改 这样子众生会喜欢 所以你看Jumarosa翻译的经典啊 他改的一大糊涂 没有人说他下因果地狱啊 没有啊 反而说他是欺佛易经师 为什么啊 你看看十方佛啊 弥陀经啊 他三到六方佛 有没有 应该来讲啊 那部经的名字叫 十方诸佛称赞不可思议功德经啊 经文里面这样讲啊 可是假如每一次都叫你说 大家要念阿弥陀佛 然后要送十方诸佛 佛说十方诸佛称赞不可思议功德经啊 你一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他连精明啊都把它删掉了 就改为佛说阿弥陀经 对不对 很清楚啊 别人怎么不敢删啊 他人生没信心啊 信心不够 他没信心足够 读法眼的人啊 你要有这种气势啊 你想研究法眼啊 你要学到这一招啊 啊你最好不要狂 我跟各位讲你不能学 为什么 因为你信心不够 我们跟各位讲啊 你在这个道场学啊 你要三原念 原念这个道场 原念这个善知识 原念这个法门 怎么原念 在信心的基础上 只要你人在这里 信心还在别的地方 你不是原念这个道场 你就回呀 唱回呀 唱回呀这个法门你学不来 学不来 顶多啊是学一些啊 叫狂人狂语啊 那没有用 所以你一定要具足这样的信心 具足 谋念下去啊 当你有悟处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去 做那些矫正的功夫 那这经文你看 像我刚才这样念给你听的 你回去自己把它写一遍 我跟你讲啊 这十句你就要这样写一遍 你下辈子再来啊 下辈子再来啊 下辈子再来啊 从幼稚园开始啊到博士班啊 都永远第一名 会得第二名叫不可思议 不可能的是啊 你自己去把这个句子慢慢的整理一下 你用这个心我告诉你这是因地啊 未来不是下辈子啊 进未来记一直到成佛 你每次考试都第一名啊 你就有那种智慧 你不要以为我在跟你催你 我是跟你讲真实的啊 你说敢不敢啊 今天下一遍而已 你在这个地方用心 这是本体上 在你生命洪流中非常重要的本体的核心 我跟各位讲这个东西讲很多啊 我跟各位讲你还没定位的时候 你是法界中的一个因素 随着法界因缘的流转啊 你就生死轮回去了 你一定位的话 你一定位 开始啊 法界中所有的因素 以你为核心绕过来 你知道吗 我是讲得很清楚啊 我告诉你你就不会相信 因为你到现在还没定位啊 我讲这句话讲多久了 光在台中跟你们讲啊 最少不下十次啊 不要说一百万次啊 那是碰峰的啦 最少不下十次啊 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说 师父我要怎么定位 我要做什么 没有啊 那叫做梦听 所以师父变成十次多梦听 为什么 你真的有信心吗 没有啊 跟各位讲 这个信心架构起来啊 完全不一样 你不要去设设计定位 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定位 那光是这个可以做 这个绝对可以做 成有同修这样问 师父你看啊 我要念什么奏好啊 我这个孩子才会书读好啊 成有啊 你孩子不会读书 你就来问我 书什么奏送什么经 他考书会考一点 会考好一点 我通常都直接这样问 你在学校书好不好 读得好吗 一定读不好啦 会读书的人 不会叫孩子读书啊 因为他知道 会读书是很不划算的 你知道吗 不会读书的人 却越是不会读书 越是想要子女把书读好 那你想要这一点可以 你把这一段写一遍 你自己会读 你的孩子也会读 我跟你讲 你要是把这个方法去告诉人家 你就会知道 那个书胜功德啊 不可思议 我跟你讲啊 我已经讲给你听啊 我下辈子再让考第一名了 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我 有没有去写 你不用担心 你把这个法传出去就对啦 你不听 那是你的事啊 我是跟你讲很清楚啊 你假如说 现在准备结婚啊 要生在孩子家哪里会读书的话 你这个好好写 最好印一个表格 上面是原文 下面是你改写的 念起来很有韵律的 现在寄送给大家 那你会发现 那影响力会非常美好 你不但会读书 人家又会很赞叹 有些人哪 是读书 读得很好 考第一名 考一百分啊 人家还在那边 有什么了不起 嗯 我是买诚而已 不过我也会一百分 那你就没有用了 没有得好人员 你这个做了 不但会有那么好的书胜 而且又有很好的人员 还有很好的效果 这是要大家能够去努力的地方啊 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法 这个就是法啊 那个我们一般人在讲说什么法什么法 法有很多啦 可是我们很少人去体会到 那个法的殊胜 我要给各位的是这个法 不是那个知识 哦 这个是解读法言经文 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的地方 你看看这个经文 你会这样瞧一下 你就会发现哦 所有善根啊 为求佛制啊 能灭一切众生诸烦恼热 你这个地方就看到 为什么要在这里加一切众生 诸烦恼热 因为思维也带进来了 语言架设起来 思维模式也有了 所以经文 我跟我讲奖金不要准备的 为什么不要准备 因为你的思维模式跟 语言模式跟它相应啊 你看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那你要是这个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不了解啊 那你一定要事先准备 为什么 我要会翻啊 翻好以后我赶快找例子啊 找故事啊 找公案啊 所以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了 你听人家讲经文都在听人家讲故事 对不对 然后再掰一些因果故事给你听 然后你就被吓得苦苦尊 本来学佛是要对生命有信心 结果被人家用那些因果故事掰来掰去以后啊 你人生完全没信 但是你要真的能够解读经典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啊 那你就不担心啊 你就要反被动为主动 而且啊 能够跟十方诸佛历代祖师同一鼻孔出气啊 所以这个就是要领啊 曾有人问我啊 那你读翻译经从哪里下手 从解读翻译经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下手 简单嘛 对不对 啊这一关通过哦 就颜正三不退 正阿匹八字 你不觉得 刚不可能 就是这样 所以真正的法门要领在这里啊 谁都可以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 像我这么笨都做得到了 对不对 像你那么聪明怎么会做不到 对不对 因为你都是求第一的 都要求赶快开悟成佛的 我都还不敢呢 我都想说老实修行就好了 像我这么笨都能够做到 我想你来做根本没有问题啊 绝对做得到 这个文字上的意义 除非 你能够解读他的思维模式啊 否则你绝对不了解 绝对不了解 你英文解义啊 英语佛教 我们昨天讲的 佛教杂训啊 你完全不能体会 完全不能体会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 他这个地方啊 除了前面 后面四个啊 是用中文 讲这波罗蜜的名字啊 前面六个啊 通通是用 印度文 来讲波罗蜜的名字 第一个讲痰挪波罗蜜 第二个思维波罗蜜 第三个是山体波罗蜜 这是忍波罗蜜啊 第四个是匹利也波罗蜜 这个是精进波罗蜜 第五个啊 是痰挪波罗蜜 这也是印度文 第六个啊 是波尔波罗蜜 通通是印度文 后面啊 第七个啊 是叫方便波罗蜜 第八个怨 第九个吏 第十个是痴波罗蜜 有没有 你有没有感觉很奇怪 有没有 他就分两组啊 分两组啊 有没有 你看啊 我跟各位讲 你今天听了这个 实在啊 这辈子没白来 这辈子啊 不是今天啊 这辈子来这世间没白来 华眼睛的语言模式啊 这个地方啊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十菜难头的语言模式 那这个经文是十菜难头翻的 前面为什么六波罗蜜 用梵文 后面四个波罗蜜 用华文 用华文 为什么 所以说问题啊 解经不会跟你解这个啦 他能够把这十个波罗蜜的名字跟你解释完毕 就叫阿弥陀佛了 他就会说好累哦 讲十波罗蜜 不讲六波罗蜜 实在很深 这个前面六波罗蜜 用华文 叫根本字 后面四个波罗蜜 用华文叫厚德字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我告诉你啊 这叫佛教史的玄机 它的秘密 华文经真正 汇集起来 汇集起来啊 流通到中国来啊 应该啊 是在中亚西亚 不是在印度 不是在印度 这个 你要再读十本 伟大的佛教史 你也读不到 我跟各位讲 阿玉王 大家认识啊 回教徒大概都听过了 阿玉王啊 在恐惧王朝 你知道 在印度的什么地方吗 五天珠的哪一部分 嗯 北天珠 中天珠 南天珠 我告诉你 都不是啊 阿玉王啊 就是在啊 肉之国 加尼释迦王 我跟你讲 你就会 翻倒了 他是个大圣 非常兴盛的 国土 他才把那个部分啊 溃及起来 传送到中国来 但是啊 你要知道啊 中亚西亚所有的国家 他到底用什么语言 没人知道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能够勉强的说啊 他用的是梵文 梵文 是不是印度本土 所使用的语言 嗯 我们现在也没有去研究 但是我告诉你 当你从中亚西亚 把印度的东西 翻到中国来的时候啊 他发生一个问题啊 到底哪些东西是中亚的思想 哪些东西啊 是印度的思想 你分得分得清楚吗 你根本分不清楚啊 尤其像石柴南陀 或者纠摩罗沙这些人啊 都是中亚的人 中亚西亚的人 也就是新疆那一带的人啊 那么他们来到中国 我请问你 他传的是印度的佛教 还是中亚西亚的佛教 你是传台湾的佛教 还是印度释迦牟尼佛的佛教 我看传的啊 都是台湾欧北共的佛教 都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教 所以才会搞出呢 要叫美国人一定要祝念 美国人一问你 印度人怎么没有祝念 他掰不过去的时候 就掰说祝念才殊胜 印度人都不殊胜 你台湾的佛教就特别殊胜 这叫像死人的佛教 他传过来啊 传过来的时候啊 十三难陀在翻译的时候 他有这个原则 他看得很清楚 他看得很清楚 这个原始教义啊 六波罗蜜是原始教义啊 我一定忠于印度的东西来讲 知道吗 所以叫根本制啊 后面这四个 到底是印度的 中亚的还是印度的 搞不清楚 干脆就全部中国化好了 也不要印度化 也不要中亚化 就给你中国化 知道吗 所以后面四个啊 就成中国的翻译 这叫华汉商局啊 所以前面四个 六个是汉文 后面四个是华文 华汉商局 两个多例 有没有 所以他不叫禅定波罗蜜 他叫禅龙波罗蜜 范文 参冠怨立志 这四个呢 全部都用中文来讲 但是用你中文的名义去定义 所以经文里头 我跟各位讲 毫不含糊 毫不含糊 他非常清楚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应该要这样做 就是要这样做 不可以这样做 就是不能这样做 我是绝对跟你负责任的 我不会含糊绒统讲过去的 因为在翻译的时候 你没有进入那个境界 你不知道 你没有翻过 翻过这些东西啊 我在古大学的时候 我尝试把那大英百亏全书 翻成中文 翻了一段了 你知道在翻译的时候 你发生种种问题 你这个实际要如何断 那中文要怎么样 推去的表达它里面的意思的时候 这里面才真正出问题 所以一个义经家 在对生命拿捏的时候啊 他会牵扯到啊 他的文化背景 绝对有关 所以当教义啊 在这个离心的时候啊 他干脆把你分出来 但是你要知道 尽管这个地方是这样分啊 我们也是跟各位讲 他在生命的全方位上是一体呈现 一时秉然其限 他不会糊涂的 不会糊涂 可是在语言文字的表达上 你看这是非常高超的艺术啊 非常高超的艺术啊 所以你读经要有这种气度来欣赏啊 为什么一直读起经来 会高兴的不得了 因为你已经看到啊 石灾难陀当时在翻译的时候 他用心的状况 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 我在跟你讲这个啊 已经不是单纯的讲经文法译的问题啊 三大民族啊 的历史背景我都跟你讲出来啊 当时这些高僧大德啊 他们在翻译这些经典 转达这些佛陀意义的时候 佛陀内心境界的时候 你看看 这么圆满的转移过来 你现在能不能这么圆满的接受呢 反正我是这么圆满的表达了 这个喜悦你真的要自己去信信啊 我跟各位讲 能够告诉你这些啊 你三生有幸 不是说这辈子能听到啊 就值回票价 不值啦 不值啦 这个我们在这个经文里头 身份线下你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从宏观的我可以告诉你 从微观的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掌握到他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 怎么说那是行为模式的问题啊 那就更不用说了 除开本道场给无分号 你别地方找不到 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握到他的行为模式嘛 所以循环怎么循你不会啊 不是你不会哪里都不会啊 不是我每次讲今天讲到这里都爱吹牛 有时候比较爱吹牛没有错啦 不过这个地方倒是真的啊 因为你能够掌握到身口易三叶嘛 身是行为模式嘛 口,口悦不是语言模式嘛 意不是思维模式嘛 那你三个模式掌握了佛法有什么不能超越的 你把这三个模式重化的不是身口易三叶清净的嘛 对不对 你要怎么重化 你要华言化 华言最纯啊 你要天台化 对不对 妙法连华经最纯啊 那你有没有朝这条路走呢 有人说我要研究弥陀经 我要研究净土中 我要研究什么 都可以 按你的语言模式有没有建立起来 行为模式有没有建立起来 身口易三叶你清净了没 在你所研究的那一中那一派里头有没有 我告诉你我们就是有 那你还不掌握我 我有什么办法 你 你 不是你啦 我说你你不要对号入座啦 我们每一个人啊 几乎啊各道场都走遍了 各山头都走遍了 你看看哪个地方有这样的 这么清楚的交代 不是我 主心温温哦 把他们撞撞就好 撞下去 这要能够掌握好 这个是从宏观面啊 来跟各位谈的 我们来看这个 刚才讲第三个的这个 定义啊 这个 语言文字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三提波罗密啊 这我想念容不用再怎么讲啊 这你们看啊就知道 三提波罗密叫忍波罗密 那我相信各位常常念到忍入波罗密 有没有 有没有念到忍耐波罗密 大概没有啊 为什么 中国人会把它翻成忍入波罗密 因为中国人是不能侮辱的 不能侮辱的 他说 失可忍 俗不可忍 你怎么欺负他都不要紧 但是你就不能侮辱他的敏捷 那个叫入啊 不能侮辱啊 所以 忍入 那个入 连那最不可忍的地方 他都要忍下来 所以翻成忍入波罗密 那 印度没有这个意义啊 印度没有 印度不讲什么这些礼节啊 民节啊 这个什么士大夫啊 什么古器啊 什么本色的 这个没有 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 所以中国人在翻的时候 会把它入 加进去 而这个字事实上叫做忍 忍这个字啊 在中文的古代里头啊 跟你讲的忍耐不一样 不一样 你注意看啊 这个过来 波罗普罗密那个地方讲啊 能忍诸法无神无魅 有没有 世民波罗普罗密 有没有 那个能忍的人啊 有没有 能忍诸法的人是什么意思 能忍耐一切法无神无魅 我告诉你 那个忍不是忍耐 跟忍耐完全无关 这个忍就是智 就是智慧 能忍诸法 也就是有智慧 能知一切法无神无魅 知道吗 你不懂啊 我不是说你不懂啊 大家都不懂 都不懂啊 你就把它解释成忍耐 能忍耐诸法无神无魅 那不把佛陀的四十颗大牙通通笑光的人才怪 那是智慧 那是智慧 能知一切法无神无魅 知道吗 这个地方啊 那问题还大啦 不讲智慧没事啊 一讲智慧啊 事情就大了 我大概简单的这样跟你区分啦 假如各位对中文啊 或者是对根本佛教有兴趣的话 你去留意看看 中文在这里讲两个字 人是智慧 智也是智慧 但是这两个字的用法有什么不同啊 他这里怎么不说 能知诸法无神无魅呢 那不就很简单了吗 但是呢他就不会这样用 诸法无神无魅的法是什么法 嗯 我跟你讲 有违法还是无违法 有违法 有生有魅 无违法 无生无魅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看到一切法 如梦犯泡淫 如路易如电 就是因缘所生法 对不对 因缘何则生 因缘善则命 所以说缘生缘魅 从有违法来讲的知 跟从无违法来讲的知 意义不一样 所以讲到无违法的时候 就能忍 无违法 无生无魅 讲到有违法 就能知 有违法 缘生缘魅 知道吗 知有违法 缘生缘魅 就叫做智 知无违法 无生无魅 叫做人 都是智慧 用土 用的标的不一样 所以中国字有一个 您大概没有注意到 中国字 我们读书 常常讲叫破音字 为什么破音呢 它正常的念法是什么 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又叫做什么 那发音不同 有没有 那叫破音吗 有没有 那个字啊 比如我们讲 南无 阿弥陀佛 那什么南无 那叫南无 那所以一贯道就说 南边没有阿弥陀佛 为什么 因为他在西边 你有闻去喔 我们说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边没有观世音菩萨 他在哪里 我在死 我是怪怪怪怪 它是破音字 它只是个音阿 南无 好啦 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有很多地方 那个无字啊 要念摩 我讲那个 《大国佑经》里面 最后一品 叫做 谈无解菩萨品 谈无解 那个五啊 应该是谈摩解菩萨品 是呀 大家要念谈摩解 那个五啊要念摩 拿摩的摩 谈摩解啊 哇 是啊 大家都跟我一样 我谈无解 我还干脆念谈无济 结果就变成谈话的谈 那无济 没有济会 谈话没有济会 为什么叫音运学 或者叫声运学 所以你读中文的人 你就知道 它这个语言文字 在运作的时候啊 它会有变化的 阴阳平字 去 去音平音 有没有 我们现在叫四声 以前叫八声 八声八音啊 那个念起来的话 那就真的像这唱歌 是很好听 我们越来越出线条 所以讲话都变差别 所以大家就别来别去 所以你看电视上一讲起来 你看大家互相抹黑啊 那没有那种柔软心啊 因运啊不美啊 这个就是问题啦 这个就是问题啦 讲到这里 讲到生命学里面去 太专了 我们要懂得 所以这个字人啊 这本身带有智慧的意思 而我们跟各位讲啊 修行六波罗蜜 事实上这三个是根本 不思 慈戒 人 波罗蜜 这个是修行的内容 经济是方法 沉定是一种过程 一种境界 智慧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真正用光的内容是这三个 那个人啊不是 压抑 不是压抑叫人啊 你骂我 你爛会死 滚头蜜比较失望 更大这便你便知道 那么叫压抑 人不是 人是一种智慧 他是什么人 他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脑子一脑 原来是这个样子 他转化掉了 这个是智慧 那我们从向上来看 他叫人 可是从本体上来讲它是智慧的作用 所以它就翻成人就是什么 无违法的智慧 知道吗 这个人是看到无违法的那个智慧叫人 那你现在翻成英文直接把它翻成忍耐 我是不知道忍耐要怎么讲 那实在是沙漫经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要懂得这个语言模式 你要不懂得语言模式真的你没有办法进行 那么这里假如我们这样跟你提到的是 那个人是知无违法的智慧 对不对 那么这样它前面来讲 慈悲为首不损众生 这是什么 你这样看它就矛盾了 那你假如说 所有善根为求佛制 慈悲为首 不损众生 那就没有问题 有没有 所以你的思维模式弄通了 语言模式你就知道了 你懂得语言模式 能协助你思维模式的架构 那更没有问题 那更没有问题 有没有 它还是为求佛制来的 把所有的善根拿来运作 但是不损众生 在无违法的运作当中 我们不会伤害到众生的 有没有 我们要慢慢去体会它 我跟各位讲到这个地方了 就在这讲的当下 我个人可以说非常的喜悦 那种生命能量的涌现 那种 我们世间法所讲的那种成就感跟满足感 那真不可思议 可是你听得到吗 你感受得到吗 真的啊 这也要去 不是说我是书讲的那种 我从来没听过 因为这种美言我听很多了 我不是要讲给你赞叹的 我是跟你分享 跟你分享 因为有些东西啊 确实是在讲的时候啊 你听到的同时 我才发现到 你知道 我不是先准备好来讲的 这经文都是来翻开才念的 以前怎么念过我也不知道 以前念跟你们 现在念差不多了 反正明明糊糊混过去 反正就千金万麻一直送过去一样 就赶快跑过去啊 我常形容说 我们在诵经啊 好像一百头羊啊 去哭哭哭哭去就说 根本你都在打妄想嘛 你没有活在当下 但是你真的把这语言模式跟 思维模式打通的时候 前面通啊 后面就通通通 而且同时通 这个就是生命啊 就是生命 你去注意看看哦 各位有没有经验 当你肚子饿得要命啊 饿得要命叫什么 手脚发冷 发软了 然后冷汗直流 有没有 那个时候哦 烤下去 烤下去 烤下去哦 突然间你就会发现 嗯? 嗯? 为什么? 奇怪哦 这个地方手脚都软了 冷汗都流出来 才一个 给两个咬一口进去 开水喝一口下去 就这样子 怎么突然间 射力充盈呢? 所以说 这个同时啊 生命的运作就是这个样子 就在这个同时啊 它就整个生命能量出来的 知道吗? 这个才不可思议啊 嗯? 吃一下 给你哥怎么讲 蛋糕啊 这个翻不过来哦 吃一下鸡蛋糕 那个同时 你的大脑还可以想象得到说 哦 吃下去以后 肚子里面开始吸收转化 变成热量 然后呢 糖分增加啊 然后啊 经过血液输送啊 怎么样啊 所以呢 嗯?那你就不饿了 所以怎么样 这个理论上解释 解释那个是跟你说明说 生命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它是全方位启用的 它不是单一部分启用的 各位要从这个地方去看 这 就是这种状况啊 你懂得它的思维模式 跟语言模式 这个部分很容易了解 我们再看第四个 求圣善罚啊 吴有燕足 它也是一样 你带带看 所有善根 为求佛制啊 求圣善罚 吴有燕足嘛 那 为了求佛制 施欲 这个 为 令诸众生 求圣善罚 吴有燕足 你可以再把它讲 令诸众生啊 求圣善罚 吴有燕足 不但自己 这个 令诸众生 我们一讲到众生 我们是因地行者啊 一讲到众生啊 包括自己在里面 是自受用 他受用啊 那你想想看 你是不是这样子 把这所有三根 拿来求佛制 来为众生呢 求圣善罚 吴有燕足 这个就是啊 毗里也佛罗密 就是精进佛罗密 这个精进啊 我跟各位讲过啊 精进跟忙碌不一样 我们很多人是很忙碌 虽然在佛门中 早上啊 来参加早课 然后呢 做功课 再常做 然后武功 结束以后下午回去 趕快去帮人家住内 住内完毕 晚上回家 趕快又自己做功课 这个很忙碌啊 精进是指什么 指你的生命有在成长 你在菩提道上有向前进 这个才叫精进 假如在菩提道上 没向前进的话 通通不算 通通叫忙碌 那个忙会不会写 没有眼睛那个忙 不是顺心旁那个忙 因为你根本就是忙碌 知道吗 忙忙碌碌啊 是没有眼睛的那个忙 我们在精进的时候是指 在菩提道上 生命的成长这个部分来讲的 世间人通通叫忙碌 因为他的生命没成长 甚至于为了他所设定的名利目标啊 他不惜啊 葬送了人性 有没有 那是堕落啊 这是不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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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弄清楚 所以毗利也的意思啊 是他这个地方讲 这个为求佛制啊 令诸众生 求圣善法 这个圣善法 书圣的善法 不是普通的人天善法 这个书圣在哪里 在菩提道上 在生命成长的轨道上啊 无尽的超越 这个叫做圣善法 这个才叫做精进匹利也 你看 无有焰足 不要赚七块就好了 人家是七块半 卖十块 赚两块半 你是进三块 卖十块 赚七块 总共赚一次 一辈子就完蛋了 那个不行 无有焰足 你不能够啊 只有一次两次 要无有焰足 这个 这个才叫做匹利也 所以在基本的定义上 我们要弄清楚 第五个 一切自道 常现在前 未尝散乱 也一样 所有善根 未求佛制 念诸众生 一切自道 常现在前 未尝散乱 世民 禅隆 婆罗蜜 你把那一段带进来啊 这经文就很美啦 念起来啊 就有点像在唱歌一样 因为那一段啊 老是会重复一遍 会重复一遍 这个 这个 语言模式啊 真的 各位你要好好去摸索 不是说我那么大胆 胆大包天啊 随便篡改经文啊 没有 没有 而且你会发现啊 原来经文的结构就是这么美 他的法义 他的法义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那我们的解释也是一样 前面就不用解释了 每一句每一句都在解释干嘛 他的意义就在这里 这一切众生在一切自道上面 这个一切自 一切自自 道总自啊 一切总自啊 这我们都常讲了 这不再讲了 这一切自道啊 就是菩提道 生命中的那个东西 那种能力啊 叫做一切自啊 那你生命中的那个能力 跟知识中的那个能力不一样 现在啊 我们的那个能力啊 都衰退了 都衰退了 各位可能会觉得啦 会觉得我们因为大脑发达 所以呢 我们的能力啊 就衰退 事实上啊 是不是这样 你要注意到啊 任何的生命啊 任何的生命 他任何的器官 都有他的本能 都有他的本能 你看你的手指头 你没感觉 有些人手指头就很敏感 你回家自己摸肚子看看 我看你肚子肠子在哪里 胃在哪里 你根本都不知道 那你看那些按摩师啊 他一碰就告诉你 你这里会痛 你自己摸了好半天 哪里会痛也不知道 你自己在摸都不会痛 为什么 你自己的那个能力消失啊 按摩师他在这个时候啊 他反而把他能力恢复了 你知道吗 我举个例子 狗你知道 狗的鼻子很厉害嘛 一般来讲 狗的鼻子比我们人类啊 敏感两千倍以上 敏感两千倍啊 所以你身上啊 有什么味道啊 他都挺清楚的 不信你回去看看 你假如家里有养狗 你平常吃素 你试着今天出去 吃个鸡腿再回去 他就跟你一直叫 他说你打猎回来啦 他吃了一只鸡啊 我好羡慕啊 他叫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要去吃那个宴会啊 人家结婚请客啊 吃了一大堆回来 他更羡慕 你看他叫的更厉害 哇 你吃那么多 又有猪又有鱼又有鸡啊 通通吃进去 他好羡慕啊 因为他的鼻子闻得到 我们人有没有人也有这个能力 也有啊 也有 当你心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以后 你就会发现了 这个人喔 出去偷吃鸡腿回来 还是五香鸡腿 因为你会闻得到 你心静下来就可以闻到了 这个人还去吃海鲜 不但海鲜 还生鱼片 哇沙米又冲到那些 你都闻得出来了 因为你心静下来 你那个能力就出来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呢 是因为太复杂 尤其是烦恼太多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能力都消失了 生命的能力啊 生命本身的那个能力 叫做一切智 是你因为被污染了 被烦恼了 被意识形态把你盖住了 它发挥不出来啊 可以啊 它可以发出出来 但是这个本能啊 这个本能啊 跟你常常讲的 噢 闻到那个味道 好香啊 天香啊 什么香 那个叫泛镜 那个叫神经错乱 我常常听到声音 佛菩萨跟我讲什么 那个就快要了 快要中奖了 我常常看到 哇 金光闪闪 佛菩萨走来走去 那都已经挂号了 还没点到你 摇一顶到就进去了 那都受犯禁 那大脑啊 开始产生一种病变 不一样 你生命本能都跟大脑无关的 你自己那个能力直接就出来 不要经过大脑的 知道吗 你去注意看看 当有一个人 你看到有一个人 拿着一支枪 又一支刀子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马上转走 我就走 你不要大脑 等一下 这个坏人是不是要杀我 等你想通的时候 你已经变成撒西米啊 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生命本能 会告诉你 赶快逃啊 你还在那想想什么 是不是这样 生命本能 会告诉你 不一定要再经过大脑啊 可是我们冲动要经过大脑 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鸡蛋糕是那个 鸡蛋糕 国家要怎么说 因为你鸡蛋糕进过大脑 会变成鸡蛋糕 不是鸡蛋糕 鸡蛋糕 鸡蛋糕 所以你 当你要讲鸡蛋糕 好像不该说过 你就不知道 哇 蛋糕要怎么说 因为你进过大脑来 就会怕改 就会打结啊 那生命的本能 它是直接反射的作用 所以用反射的作用 才是你生命的一切智啊 那什么都经过大脑 绕一圈过来的 那叫知识 知识啊 所以我们昨天跟各位讲 佛法 佛教 佛学 我们是讲佛法院 佛法 不是佛学院啊 佛学院你去读书就好了 那你读佛学院喔 我告诉你 读到LKK 不会开悟 你透过佛法来修行 没有LKK 你马上就可以成就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佛法院里头就这样分啊 你自己弄清楚啊 我没有叫你一定要来喔 但是你要弄清楚 我们就禅法院 密法院 禅法院 跟禅教院 禅教院啊 就是华音学里面的系统 那否则呢 你在禅法院 密法院 跟禅法院 哦 我们跟你讲的禅学 密学 跟禅土学呢 没有关系 那从修行方法上来 功夫在这地方用 这个 这个法是什么 信念你的一切智 不是信念你的知识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啊 所以跟各位讲 有什么不同啊 在这里 他现在下面讲喔 常现这一切智 这一切智 就生命的本能啊 全部可以兑现出来 未常散乱 这个才叫禅定 所以各位 你想想看 你所训练的禅定是什么 这里你现在开始要留意到喔 我跟各位讲 现在台湾也很多 印度新兴教派 世界各地有很多 静心法门 静 安静的静 一个青色的青 一个一个一个 那个什么那个 那个 那个静心啊 那个静心啊 你想要让心静下来 就可以让这生命的一切智现前 用你意识形态的静心做不到 你一定要经过禅定的信念 止住妄想才叫静心 那个时候生命的境界才有可能现前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 三三八八的 有点精神病的样子 那个就是直接啊 他把他的静心啊 当作成定 然后啊 讲起话来 就疯疯癫癫的 神经病的那种状况 那完全不对 他这个地方你看 一切智道 一切智道 常现在前 未常散乱 生命的本能啊 能够通通显现出来 但是不会乱 我们不是散乱 我们叫问乱 问乱 问乱会不会写 一个文下面一个角色啊 那个乱 乱成一团叫问乱 你生命有没有本能 没本能是一回事 即使有本能也乱成一团 你不会用 你不会用 因为没有经过训练 所以不能叫成定 成定不是坐在那里 我坐在那里都不动 然后两个礼拜不动 三个礼拜不动 好厉害啊 那叫木头人 我们一定输这几尊了 你看那伟陀站在那里 从来没动过 没有可能吗 对不对 那佛一直坐在那里 好几年都没动 我们一定输给他 不是那种 他是指你的这种 生命本能的东西 在生活中的运作都不乱 这个叫禅浓波罗蜜 跟你想象的那种禅定啊 那种坐在那里 动都不动的 那个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真正的大禅定啊 他生命的本能是非常活泼的 不是说 什么晒干的那种 像干燥花一样啊 没有生气的 不是 你看看人家对禅定的定义 我们对禅定是怎么认知的 完全错误啊 这是第五个 我们看第六个 能忍诸法无生无内 是民般若波罗蜜 那这个刚才有跟各位讲过 他的全文应该是 所有善根 为求佛制啊 令诸众生 能忍诸法 无生无灭 是民般若波罗蜜 这个你看就很清楚了 人啊 他既然是针对啊 这个无违法的 所以无违法就是本体的部分 你有认知啊 能够参透的那种智慧 所以叫做人 是对无生无灭法 来谈的 这个叫做波罗波罗蜜 波罗这边啊 我们从比较通俗的地方来讲啊 就翻成智慧 这个智慧啊 我们叫做空性 叫空性 那意义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空性的本身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性是一种过程 不是过程 是一种状态 空性是一种状态 你有体会到这一点呢 所以这个能忍诸法 无生无灭 是民波罗波罗蜜啊 从无违法的立场来看 生命的这种状态的能力 我们叫做波罗 叫智慧 好 那么这种智慧啊 这种对这种状况的了解 彻底 完整 究竟 那就叫波罗蜜 所以波罗蜜叫做到彼岸嘛 叫圆满成就的意思 然后印度人 在餐厅吃饭 我们在餐厅吃饭 我们吃完了叫买单 买单叫 我们现在叫买单 其实叫买单啊 就那个单子啊 把它收掉了 不然它还未来算钱啊 那我钱给你那个单子要拿来啊 就把那单子啊 丢掉了 要买掉了 叫买单 那我们现在都叫买单啊 印度人啊 这个买单的部分啊 就叫波罗蜜 这吃饭了 啊 波罗蜜 那个味道就账单拿来 钱要付了 这个就完成了 就道彼岸完成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 波罗蜜的意思就是 我们都有那种生命本能的状态 可是我们这个状态非常的少 你必须要让它一直成长 一直扩大 一直成熟 那才叫做波罗蜜 我们有一点 有一点 哪一点呢 计较 嫉妒 贪嗔痴那一点 那都是生命因素中的杂质跟恶质 那么它在这种状态是把生命中的本质啊 发挥出来 然后呢 在积极面是让本质达到成净跟圆满 同时呢 在恶质跟杂质上面呢 把它除净 除掉 除干净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能够弄清楚 今天我想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六波罗蜜跟各位介绍 那明天我们再讲后面的四个波罗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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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